这个盘叠得又凶又快 因为它大盘就跟我上次来规划一样 从12629走到现在是走了 21个月的费波难息的转折点 你不断提醒时间的关键转折 那台股最重要有两个转折点 一个21个月过往这一春 下一春就是55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正式就跌破 因为我们上次四月的话是跌了1500点 那现在到今年就跌了2200点 跌了9.3% 所以符合我们讲的这个出生段要结束 那现在来做ABC波 那一般来讲台股有两条支撑线 就像阿关讲的季线 生命线 生命线2万多点差一点点 再来就是连线 连线就是大概一万八千多点 到一万八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第一档 现在先看季线 那季线有成合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个19291 或是我们两年前的1861 1869 619 就变成我们连线的支撑 那我们来看一下季线 我们看下一张 那大师你看季线守得住吗 我先讲这一张 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因为是在我的规划之中 就是因为他刚好是21个月 本来就是要回党 那上次 上我们的 那个 那个8523到18619的时候 也是涨了21个月 涨了一点多倍 回了33% 那在民国71也是涨了21个月 也是涨了1.2倍 回了33% 那如果说回33% 就是我们的连线的位置 可是我们这一次是AI效应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跌幅不会回到 上两次的33% 不会那么深 对 我们现在已经回了9%左右 就是像台积电回了更深 回了十几% 这是我对盘 所以我认为 这几天的跌 一口气就跌要2000多点 是符合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出生段结束 21个月的回党 那我们本来就是 3Q就是比较半嘛 所以你现在 7月份 本来AK线长红 这几天就变成 在我们录影的时间 现在跌要600多点嘛 所以符合我们的 这个出生段做回党 好 但是 大师你不担心外资吗 因为新台币 在今年出现重扁 代表外资不只是卖股票 可能还把钱给汇出去 所以我们 我特别带这一张 台币的 从民国八十几年的 一个日K线图 台币每次贬值 我们现在贬值在八年的低点 37点多 那上次来以后 上面这边有32点多 对不起 32.7多 那再来有33 那再来就是35 那你看到上一次在4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台币贬值的时候 那时候贬值在波段低点 外资 台币开始升值的话 外资就大买台股 让我们这一次 固定转上去 所以4月19号 我刚才讲 我们那时候低点是19291 所以这个4月19号 也是台币贬值的时候 开始升值 外资买 那现在台币也贬到一段 那如果说台币值要开始 贬贬回升 外资就会开始买台股 只要买台股 台积电就不会像现在在追杀 所以我认为 这个短波段 你只要看 那个央行出来干涉汇利 那这一张汇价图讲的是 关于看 这张刚才那张没有成交量 这一张有 你看到 有加量了 我们上次最高是27亿美元 那昨天上个礼拜五的话 不是大扁吗 24亿美元 就代表说 他外资不是在汇出去 有没有 大卖台币完以后 最高量可能就是在27 24左右 那可能就是 他杀完以后 他起货回补 有没有 那完以后 这一小波段在季线的话 他搞不好就 我暂时这边漏袋 等你弹上来 以后要跌到连线再收 所以这边本来就可以 短线强短的一个位置 F4你怎么看 台积电每次大跌 我一定买 这必然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那一般来讲 所以你像今天你买了吗 我买了 我刚才进摄影棚的时候 我买940 你买940 买940 早上我开盘是挂开盘价买到964 所以我今天是 所以964到940 因为我买964晚又后来跌到 又跌了20块 你又再继续买 进摄影棚 反正台积电只要大跌你就买 对对 因为来这边讲不买台积电的话 讲不下去 那另外一讲 我老婆是对的 你看他让你卖在高档 对没有错 而且最只要是说 听我嘴巴真的很大口 没有错没有错 而且最只要是说 因为我上个礼拜 我本来就要买台积电 挂那个985 开来986后来拉上去 没买到 没有发觉盘是不对 因为没买到他就拉上去 那后来 后来说970 所以我今天早上为什么 一急的买 我问我老婆说 要不要买 她说赶快去买 你是大师 你还要问老婆 对啊 听不出大口气 那我们讲这个台积电 就每次买三次一定回答 这一次第四次 既然还破底 所以这个买完以后 就是会不会只有 这边是Apple下跌 Apple的反弹 这是我第一个疑虑 第二个疑虑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季线台积电 刚才那个蔡总监有讲 大概940几 那连线的话 它太延了 因为它600多 所以如果按照线型来讲 季线它应该有支撑 可是大盘搞不好 那时候如果万一是ABC的话 大盘可能要回到连线 那个更悲观 那可是季线不会 另外上面它有一个东西 叫899 所以来久的话 就是900块 季线是它的位置 900块应该是铁板 铁板 可是因为我有控制部位 所以我大概每个 以前大概都30块买了 因为上1000块 我都50块 50块 你是分批买了 对对 所以我今天买 或是尾盘 我知道大盘尾盘能不好 可是我还是买那个900次 后来说939 那如果明天 如果明天再跌 你会继续买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买的话 我是有控制整个部位 那我认为 大使 那你口袋很深 都是 可以这样一直转 一直买 赚得多我老婆拿去 他分的最多 而且他有时候 他自己最近那股票不做 就拨到我的户头 我就专门买台积电跟管达 那我认为是这样 短线在这边 在这边位置 就看多看工都不要紧 你先买一个台积电 因为上1000块 很多人很奥违说 我台积电为什么没有报警 现在已经下了 下来他们又不敢 又不敢买 那像我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买它 你知道吗 就说买完以后 你看它的EPS 5年后外山沽EPS是80块 80块乘以20倍化 1600嘛 那1600现在都不敢买 大不了跟他拼5年 我是因为上年纪 没有拼那么久 可是我会来回做 就是来回做 因为你看到 它的EPS 2Q是9.56 3Q 4Q是11块 明年的3Q 4Q是EPS 14块 所以理论上 台积电长线来讲 他会保护我们短线 那短线的话 因为你是川普这个事件 让他有这么大的回答 因为今年来讲 台积电最多只回82块 那这一次回了100多 已经稍微回的比较大 因为他涨多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那个大跌的话 我就去买 那我也不一定说买到最低 我一般来讲说 反正大跌你就买 大跌就分批买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连FCC讲好不好 所以台积电之外 你刚才谈到你的钱 都是买台积电跟广大 洪海你也是之前看好的 对洪海这波涨到234.5 那最近回比较 可是我们一直在讲 川普那时候任务的话 台积电四年是涨了258% 可是有一个人 好像他这一次要说保护费的话 是因为这个东西 票票 对他以前不是 郭台铭的 威斯康辛9条票 对对 所以我相对来讲说 因为他现在是第二强的 短线他200块今天也破了 回到整个大盘大概185左右 那如果说有这个事件 万一真的川普险上 稍微那个事件 应该以后会重提 如果以长线来讲的话 那个洪海是目前F4里面第二强的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当然要来谈一下 254年发科 连发科最可怜 因为外科 只是把目标价调高到1530 他只到150 那我还给他比较高 是171乘以10倍到1710 那他的目标 你看他前一高是1215 有没有 又快要跌破 所以F4里面 他是最弱的一支股票 而且华为又要控到他 所以相对 他相对比较弱势 好那广达呢 2382的广达 广达的话相对比较强 我这一次的话 他破了300块 我有去买 那天买到 你买多少钱 买到293 你买了多少 293 昨天 那你小套了 没有关系 因为套牢本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套牢是致富的开始 因为股票 你不套多的话 赚不多 像我台积电以下 像现在在买套牢 套多赚不多 因为你 这里要遇到很多投资人 对 因为你买完又马上喷出去 你买不多 所以一买套牢 再买套牢 因为我买套牢 你只要有现金 完以后他无一转的话 你会买更多 如果说你今天买马上微转 有没有 你大概只有买那一次 这是我的经验 除非是说 整个袋盘B波完右 下还C波 你又买了 现在买台积电的人 最悲哀是什么 他用起货去买 那小白还违约交割 用铃骨违约交割 所以现在证件商有传 用铃骨买还违约交割 因为他没钱 因为小朋友没钱 买一点点铃骨也会违约交割 所以证件商就没有帮他报 可是那个小白 他以后一生 有没有 那个就有一个 有一个信用小资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以为这样没事 以后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奉劝 你做用铅骨 不要用起货 那你台积电应该会赚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